被绿色植栽包围 隐身在山间的美墨餐厅 装潢摆设融入多元风格 营造随性轻松的氛围 从木头餐桌椅到柜台 全都是老板手做DIY 色彩缤纷的那一墙 衬托出量里的丰富性 慢慢按它透明 中间透明 面团在老板练手中 旋转 拉扯 渐渐长大 涂抹上自制的青酱 起司片底开花 铺上紫洋葱 番茄片 熏鲑鱼 奶油卤肉 丰富口感 披萨烤上五分钟香喷喷出炉 微焦的饼皮外酥内软 蓬松又嚼劲 浓郁的青酱融合鲑鱼的鲜味 在嘴里喷发直冲脑门 但它配紫洋葱 番茄等配料 清爽不腻口 青酱的话是 我们会买那种大量的罗勒 跟我们台湾的九层塔 这两个味道很像 但是两种结合在一起 然后烫过 然后去做成青酱 我们会放炸鲜 然后再放在那个披萨上面 披萨面团的话 它比较着重于 它非常的龟毛 它一定要就是发两到三天 不只青酱自己做 就连面团也留所坚持 打好的面团得在冰箱发酵三天 口感最好 而口感满分的 还有这道墨西哥taco 这个是我们的 收工的烟熏辣椒酱 炖到软嫩的猪腿肉 加入辣椒酱焦糖化 增添脆口感 放上热锅的taco饼皮 生菜腌洋葱 腌萝卜陆续登场 香菜撒落一片绿 色彩缤纷的taco 光是视觉就让人心情愉悦 猪肉细致柔软 不干柴 搭配腌菜酸酸甜甜 带点辣椒香气 清爽又开胃 我们是用那个猪的大腿肉 然后整颗抹上我们自己 我们会做自己的香料 那那个香料呢 红椒粉 黑糖 跟一些就是黑胡椒 大概五六种 然后抹在上面之后 用大火烤箱去焦糖化它外面 所以会脆脆的外面 然后再整个去炖 放那个啤酒 我们会放蛮多啤酒 然后进来 然后去炖大概10分钟 10个小时 taco还有脆口吃法 饼皮换成玉米脆饼 酥脆爽口 层次再升级 配上丰富内馅 感受满满墨西哥热情 这个是外袋 妈妈披萨 仔细确认订单 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的老板 Lian出生在加拿大的美丽小岛 从小和大自然一起长大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在母亲外婆的耳濡目染下 Lian就一身好厨艺 曾在不少饭店工作过 因缘际会来到台湾教英文 认识了同样是英文老师的Ama 成为台湾女婿 两人一起开店经营餐厅 没有经验的他们 起初还不会算成本 开店五年后才发现彩赔 我们有准备钱 但是我们不知道 钱会那么快不见 然后我们没有想清楚 那个做生意这部分 个性浪漫的两人 结婚24年 拥有三个可爱的儿子 期间餐厅开了饭店 工作家庭两头烧 根本难以兼顾 不过原生家庭的创伤 让他们知道 陪伴孩子的重要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讲 就是青少年的时候 父母亲怎么样 就是整个家里怎么破碎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 带来的创伤很大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看在这个小孩子身上 我们觉得我们不要 重新犯这个错 为了花更多时间陪小孩 父亲俩渐渐放下餐厅工作 交给年轻人 不过对于餐点仍严格把关 就连烤鸡翅的酱料都自己做 鸡翅裹上自制的玉米脆粒炸粉 油炸7分钟 四种酱料分锅调味 炙烧出香气 酸 甜 咸 辣 一次满足 鸡翅酥嫩多汁 酱料是灵魂要角 每一种酱料都得花上三个小时制作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给别人东西 然后我们自己不相信这个是好吃的 不惜时间成本 自己会吃的东西 才敢端给客人享用 这份坚持与用心 也让餐厅成为淡水 最具代表性的异国料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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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会订阅 订阅 启会订阅 订阅 辞员